12月5日,刘德华的父亲刘理在香港殡仪馆设定 下午5点至9点开始供亲友调宴 今天会举行火化仪式 下午14点左右,刘德华携妻女献身灵堂 港圈一众大佬也先后到场调宴 引发了网友们的关注 刘德华父亲刘理年轻时曾是一名消防员 退役之后,为了赚钱养活一大家子的人 他带着刘德华开了一家小吃杂货店 早上卖豆浆油条,中午卖咖啡蛋糕 那时的日子很辛苦 天天都在为了生存而竭尽全力 年仅6岁的刘德华每天都在店里帮忙 不仅负责用粉笔在黑板上写菜名 还要洗上板之碗 但也是这样的经历 让刘德华哪怕日后成名 也没有漂浮,始终接地气 刘父早在20年前就患上了膀胱癌 若非病痛折磨 以刘德华的能力也一定会请最好的医生为父亲治病 刘德华之前也经常会带着父亲参观自己的工作 虽然他已经功成名就 但是在父母眼里 刘德华可以继续当个孩子 在得知父亲患病后 刘德华每一年都尽可能地抽出时间陪伴父亲 让其晚年生活过得更充足一些 每当逢年过节,过生日 刘德华都会抽出时间陪伴两老左右 据悉,华仔父亲一贯喜爱吃叉烧 有一次刘德华为了让父亲开心 更是豪制20万买华冬烧辣 当作生日礼物送给父亲 当收到儿子这份厚礼 刘理也是瞬间老泪纵横 在功成名就之后 华仔并没有将父母扔给护工保姆 他买房会买下两间相邻的房子 并将中间打通 以更好的照顾父母 2003年 刘理患上了膀胱癌 而后 他在香港的医院 做了膀胱瘤割出手术 20年前 在香港抢救回一个癌症病人 不仅需要巨大的花销和人满 还需要无数精心的照顾和陪伴 彼时 刘德华人到中年 工作也相当忙碌 所以 华仔的付出 可见一斑 刘德华从心底里 视自己正值勤劳的父亲为偶像 没有父亲从小对他的严格教导 也不会有如今的刘德华 如今父亲离去 刘德华悲痛万分 回忆过去种种 心痛的感觉格外明显 那倒已经老迈 却一直坚挺的背影 再也看不见了 刘德华和妻子朱丽倩 11岁的女儿刘相慧 手牵手出现在灵堂外 神情肃穆 看起来十分哀伤 朱丽倩和11岁的刘相慧 一直十分低调 鲜少被记者拍到照片 这次现身引发了不小的轰动 尤其是刘相慧 变化非常大 早前她被拍到 还是在5年前 那时小小的一只 十分可爱 多年过去 刘相慧早已出落的婷婷玉立 当年朱丽倩还在怀孕的时候 刘德华就准备了最好的医疗设备 随时待命 女儿出生后 刘德华更是在女儿身上 批命的砸钱 有网友列过一次 粗略的清单 概述了刘德华 抚养女儿账单 女儿刘相慧出生第一年 刘德华就花光了5个亿 两亿买私人飞机 只为带女儿避开人群出游 不被狗仔记上街牌 两亿买豪宅 同样不希望她和爱妻朱丽倩 女儿刘相慧的生活被外界打扰 在装修好的豪宅内 光空气净化器就匹配了14个 保姆有3个 保镖有10人 但是如果你以为 刘德华只是会撒钱 那就大错特错了 比物质上的抚养更重要的 是刘德华对女儿教育的用心 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对于这一点 刘德华可以说做到了极致 虽然家里有保姆 但是女儿出生的前三个月 刘德华一直不离身 亲自给女儿换尿片 为奶洗澡 她说每当给女儿洗澡时 女儿都会对着我笑 那朦胧的笑脸 把我的心都融化了 我觉得自己所有的苦和泪都值得 这期间 刘德华还提到了一个细节 他让女儿写汉字 结果孩子写的一般 他也说了几句 后来女儿在写字方面 有了挫败感之后 就不太愿意主动去写了 甚至有的时候 还会不理爸爸 看到没 即便是娱乐圈天王巨星 刘德华家的女儿留相会 也会更爱从父母那里听到更多的表扬 而不是批评 刘德华算是老来的女 自从把她的小迷妹粉丝 曾经的马来西亚首富的女儿朱丽倩 娶回家之后 起初 刘德华对外并没有公开 但是 在刘德华的粉丝群内部 这早就不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早在2015年 划在天地的粉丝 每年和刘德华雷打不动的私人聚会上 刘德华就带着老婆朱丽倩 抱着女儿刘相会公开向粉丝们介绍 这两个她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 除了我们在开头说到的 她疯狂给女儿买礼物 添置房产 汽车 保镖和保姆等外部配置 她自己也是特意在事业最忙的时候 停下脚步 把更多的时间 留给自己和朱丽倩 刘相会的这个小家庭 像给女儿喂奶 换尿布 洗澡等工作 刘德华都是无据系的去做 有时半夜刘相会一哭脑 心疼女儿的刘德华便会立马起身 安扶起女儿来 就连女儿刘相会身上穿的衣服 刘德华也要亲自把关 去法国挑选 爱女心切的她 还在家抓派了不少刘相会的蒙太瞬间 并打印下来 张贴在家里的各个角落 甚至有些还设置成了手机屏保和桌面 方便自己随时观看 可以说把疼爱女儿完全刻进了骨子里 2015年 三岁的刘相会就读幼儿园 刘德华就充当好超级奶爸 早早的起来烹制早饭 同时又担当车夫 每天风雨无阻 亲自接送女儿刘相会上下学 有时候 刘德华在片场拍戏的时候 都会不由自主的担心 女儿刘相会在幼儿园里过得怎么样 从而影响了自己拍戏时的状态 有不少刘德华的合作伙伴 都调侃她成了袋鼠爸爸 仿佛只有整天带着女儿 才能安心工作 尽管家里有三个保姆 可以同时帮到她和老婆 可刘德华超级享受这种亲子时光 可谁知 天有不测风云 2017年那一年 刘德华遭遇了人生中一次重大的危机 她在外地拍摄广告宣传片时 意外坠马 以往 刘德华在拍影视剧的片场 也曾受过伤 但都没有这次来的危险 她脖子不能动 整个人躺在担架上 被抬出了拍摄场地 一度外界还传她生死微博 老婆朱丽倩带着五岁的女儿刘相慧 第一时间赶到刘德华身边 陪在病榻上 帮助刘德华 度过了人生中最难熬的一段日子 时间仿佛突然停止了 刘德华被迫中断了她后续繁忙的工作 可生活给了她新的惊喜 因为她突然可以有大段时间 完完全全地属于她和朱丽倩 刘相慧的这个小家了 在养伤期间 刘德华抓紧时间锻炼身体 又是附件 又是举哑铃 外界以为她这个娱乐圈劳模 是想急着付出赚钱 岂不知 刘德华彼时最想做的是高举女儿 她怕自己康复的不好 身体恢复的太慢 会影响以后和女儿的亲子互动时间 我女儿快五岁了 我不想抱不动她 所以我们后来才看到了 几乎是唯一一张 刘德华和女儿留相会的正脸照 照片中 父女俩一起对着镜头做着鬼脸 完全没有明星和偶像包袱 女儿留相会的乖巧 让父亲刘德华的心都被融化了 那是一段快乐的亲子时光 每天早上五点钟 刘德华就起床 给老婆和女儿做早餐 就像是弥补以往 因为娱乐圈明星工作繁忙 而给老公和父亲角色造成的缺尾 差不多七点出门 送女儿上学 据说 就连刘德华的好朋友 影帝周润发 也曾笑话刘德华这个好兄弟 在婚后 沦为了女儿奴 提到女儿 心底全是柔软 虽然刘相会戴着口罩 但眉目和眼睛十分精致 气质温婉大方 和朱丽倩十分相像 被父亲牵着手步入灵堂时 刘德华走得很快 刘相会也不矫情 跟着父亲大步向前 看起来超利落 进入大堂之后 刘德华身边的保镖 也立刻包围了刘相会 预估是刘德华早就叮嘱好的 担心女儿被媒体骚扰 刘德华也十分讲规矩 进电梯之前 还专门双手核实向媒体致谢 也有请求不要骚扰孩子的意思 刘德华的女儿刘相会 自大出生以来就备受关注 目前就读于香港某国际学校 据悉学费十分昂贵 前阵子 刘德华还去参加过 女儿的家长会 全程没有一点明星架子 十分借地气 还被网友拍到了照片 是个尽责的好父亲 因为刘相会是刘德华的老来女 而且是她唯一的女儿 所以刘德华的父亲刘理一直对这个孙女疼爱有加 之前老爷子身体还不错时 过段时间就要接孙女去玩耍 爷孙之间的感情也十分深厚 所以老爷子离世 预估刘相会会十分伤心 刘德华自打出道以来 人缘和人品十分好 在圈内的人脉也很广 所以这次抵达灵堂吊宴的人十分多 英皇老板杨树成亲自到场吊宴 她公司的谢霆锋 荣祖儿 阿萨 阿娇等 也纷纷送去了花牌 以至哀思 港圈演员胡锋 叶德贤 杜琪峰 邱里涛 张照辉 郑泽氏 吴君如 吕良伟等 也陆续抵达殷仪馆 所有人中和刘德华关系最亲近的 便是苗乔伟气美真夫妇和黄日华 他们算是刘德华的铁词 早前刘德华摔伤住院时 拒绝了一切探视 唯独让苗乔伟和黄日华进入了病房 足见他们的关系到底有多好 日常生活中 刘德华也经常和他们一起出去踏青 不介意他们进入自己的私生活 算是难得的至交好友 除了亲友和各位同行 还有许多刘德华的粉丝团抵达现场 智桑会为了照顾他们 专门留出了晚上21时 至22时之间的一个小时时间 共400位粉丝进名堂吊宴 面对老父亲的突然离世 刘德华十分哀伤 待人到了一定的年纪 必定要离开这个世界 希望刘德华节哀